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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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007它到底是哪头的呀 现在我也不知道了 从统计上看 已经交到下一个环节了 应该去查回吧 陆宝妮 我刚准备去找你 这是创想派遣到花家的高管名单 你们人力资源部对接一下 好 来 吴秘书 怎么了 这个派遣名单里为什么没有莫南 莫南 已经被开除了 为什么 我有必要给你解释吗 像他这种吃里爬外的叛徒 早就应该被开了 咱们眼不见为见 否则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好 好 好 我 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 和大家说点事 凡是今天无故矿工的 一律开除 去 把他们的东西 都给我收拾到储藏间去 是 宫卫 都给我控除 是 凭什么呀 这些都是私人物品 你们无权异动 等会儿 东西是他们私人的 没错 可是宫卫 是公司花钱租来的 你觉得 公司有权收回吗 其人太深 你要是受不了 可以辞职啊 我会给人力资源部 打好招呼 第一个给你办 都不用你排队 对 从今天开始 谁不来 就视为主动辞职 这些空出来的岗位呢 我们也不打算招拦 所有的活儿 都由剩下的人来干 当然 你们可以集体辞职 公司 绝不会完额 人都走了 公司怎么运营啊 你们不是存心 让公司倒闭吗 这药怪只能怪 渤海之前管理不断 员工无故缺情 就算公司要倒闭 也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谁无故矿工了 我们是按照公司计划 外出工干了 这不是回来了吗 没错 人事部都有被案 这几个部门的员工 都有外出申请 他们有的是外出参展 有的是拜访客户 还有的是考察供应商 骆总监 你之前怎么没说 你之前也没问呢 再说了 我这一堆事呢 那么忙 都忙晕了 这也怪我吗 也对 大家都是一家公司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 来日方长 刘总这么随意 开除员工 要是被创响总部知道了 恐怕不好吧 都说什么呢 老板 老板 吴秘书也是为了工作 可能他说话的方式 有点不对 一场误会 大家回去工作吧 既然刘总都已经发话了 那大家从今往后 就好好工作 公司有公司的规矩 大家都要做好自己分内事 以后别搞什么小动作 好了 大家都回去工作吧 幸好你们都回来了 不然就中了威廉的诡计了 我们回来也不是为了帮你 我们是为了帮渤海 为了帮我们拼命打下的事业 你这个叛徒不用感谢 别说了 没关系 大家回来了就行